是的是的 我知道他们什么都敢碰 七神 魔神 恶龙 就连带上这些背景的古物 他们也没有不敢下手的 但这一次 是谁给他们的胆子 驱动深渊教团的东西 啊 旅行者 是你们 哎 甘雨怎么在拦截这里 是要发布什么委托吗 你好 我们刚才在聊盗宝团的事 嗯 我们刚才谈到 即使是什么都敢碰的盗宝团 原本也都知道 最好别去接触深渊 因为那实在太邪门了 但我最近从总乌司接到情报 蒙德林月一带的盗宝团 南北两大巨头 正准备联合起来做一件大事 盗宝团 南北两大巨头 嗯 江湖人称男长子 北怪鸟 啊 怪鸟 我有印象 他在蒙德和安波交过手 但 你知道的不少吗 看来是和盗宝团打过很多交道 没错 黎月一带的盗宝团首领 据我所知 那伙人都称他为大姐头 也有人说 他的手艺得到过盗宝之神的恩赐 所以是神之长子 但这大概只是以讹传讹 你也认为 你也认为 盗宝团 发现一座无人发掘过的遗迹 这座遗迹 暗中被深渊教团严密守护着 虽然这是非常危险的征兆 但以盗宝团的思维 只会觉得 有宝物 他们制定了计划 派一批炮灰 引开深渊教团的兵力 然后只靠一位最精英的专家 深入遗迹 取宝逃离 为此 据说大姐头和怪鸟 从封丹请来了一位大盗宝家 大盗宝家 是个听起来很有气势的称号呢 是的 那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 所谓大盗宝家 在盗宝团的地位 等同于我们冒险家心目中的 大冒险家 你们也知道那位 提瓦特游览指南的作者吗 没错 大盗宝家的地位和他一样 就是如此崇高 所以 即使是附近一带的盗宝团 南北两大巨头 也要千方百计把他请来 拜托他亲自坐镇 整个盗宝计划 最近离岳遭逢巨变 总乌司和千颜军都过于忙碌 没空应对这种 道听途说的盗宝团行动 但 以我的直觉 与深渊相关的事物 都潜藏着未知的危险 所以 我就想来冒险家协会 挂个委托 那这个委托我们就接下来 非常感谢 不错 真是可靠的协会会员 那么 一路顺风 委托的细节 就由协会来处理吧 这些